写起中华二队将近60分的美国队 中华一队在首截就开始狂轰烂炸 各种三分与伺候 好几度让在现场的我觉得好像真的会赢 而且这时候都是本土球员 在主导这比赛 Artino跟阿巴西都还没有开始进攻 开局直接领先13分 然而当Artino开始拿球 各种奶油被偷球 进攻端也完全打不出来 六投临中 防守端也起不了作用 篮板球也都抢不到 只要他拿到球 我都祈祷他赶快传给队友 把他放在场下观众很难受 但他一上场观众更难受 如果有人说领先是被他搞丢的 我觉得他真的有七成的责任 但看到他在场下 失落自责不已的神奇 虽然队友们也还是在鼓励他 但我都觉得他好像 送球快送出忧郁症了 甚至都已经把敌对当成心理智商师了 不过下半场的Artino开始有好转 战斗陀螺狗射击 就算对手快把他的衣服拉破 他还是转得起来 终于我们期盼的Artino回来了 上把龙骑士 猎夜飞凤 还是肩甲战龟都可以 陀螺Artino再次回归 M1也是轻松惬意 只不过非常可惜 下半场的中华队开始各种失误 各种调球 传球调球 持球调球 运球调球 传球被截 对手甚至能用趴着操球 接着换美国队开始认真了 右四十五度角三分 左四十五度角夜三分 虎顶三分当然也没问题 一颗不够还要两颗 木头三分也能拉干M1 举手M1 感觉要架拐子M1 总是有各种方法拿三分 最后中华队十五分落后惨败 不过其实整场失误两方是差不多的 最主要是差在篮板 美国队四十五颗篮板 中华队只有十九颗 还有一个点是姓阿的基本上都没打好 反而是本土球员打得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两位姓阿的人 如果表现好的话 甚至可以赢过美国队